回国第二站,深圳早安,大家好,我是老院 香港回深圳,入境厅,我们已经回到了中国 这边是大巴,很多辆很多辆的大巴 深圳的蓝天白云,祖国在欢迎我们 这边都是两地牌的车,坐车通关 人从海关这边过来再上车 在深圳停留了一天,我现在就要赶早班的飞机回北京了 这一天的时间还是有一些感受的 首先在国外很少打出租车 在深圳我发现所有的出租车和大部分的网约车 现在都是新能源汽车,也就是所谓的电车 他们说只有最高档的豪华的网约车 它才是传统的车,其他的现在都是电车 甚至于我发现还有电车的公共汽车 另外一个就是支付 所有的支付都是用微信支付 我们在美国常用的现金和信用卡 在这边基本上都用不上了 而且深圳现在新的楼还是很多的 我大概有六七年也没有来深圳了 所以在南山那一片新的摩天大楼 新的商场都很多,很繁华 视频正式开始之前,请订阅老渊的频道 点击视频右侧小铃铛 给你分享真实的美国生活 我们出来找点这个早饭吃啊 接地气的,这一个品汤包 我再往前看看啊,看看有没有沙县小吃 这边有一个肠粉摊,看着挺不错的 这是我很怀念的味道啊,这个必须得尝一尝 来个肠粉吧 这国内的早餐啊,就是接地气 这个肠粉七块钱 豆浆一杯两块钱 就在马路边一吃,哎呀,太方便了 肠粉啊 腌一下,腌火气 二十年前我在深圳生活的时候 最喜欢的早餐就是这个肠粉 非常方便 它这个肠粉摊的生意很好啊 夫妻俩开的 我问了一下 一个早上呢,能卖一百多份肠粉 也就是差不多一千元人民币吧 手艺很熟练,味道也很好 我给打五份啊,爆赞 早餐旁边也是这个凉茶的铺子 它这个早上不到九点钟吧 八点半 这已经开始干活了 开始营业了 早餐的人都是很多的啊 大家很匆忙 这个爆香辣牛肉包是两块钱 鲜肉汤包是两块钱一个 然后豆浆两块钱一个 这也是卖早餐的 鸡蛋 香煎鸡蛋两块钱 五香卤蛋两块钱 豆沙包两块钱 然后馒头是一块五 油条是两块钱 这里头没有那么多人 那总体呢 深圳的早餐啊 又方便又便宜又实惠啊 比美国和香港都强很多 随便来一个大型商场 哎呀 里面都是富丽堂皇的 星巴克 中午想来吃点这个点心 早茶 发现排大队要等半个小时 深圳的经济还是非常非常火的 前一段我不是刚发了一个 美国喝早茶的视频吗 正好可以对比一下 深圳和美国的区别 最主要的是味道和价格 榴莲酥啊 看看和这个 我们美国的有什么区别 感觉小一些啊 镜头看不出来 感觉小一些 这个是叉烧酥 叉烧酥好像颜色比较重 关键是要尝尝它的味道 这是唐空的皮蛋兽粥 好像这个颜色更重一些 味道应该更足一些 尝尝这个榴莲酥啊 表皮特别的酥 然后这个榴莲的味道好像没有那么浓 看看啊 叉烧酥 嗯 嗯 哦 好烫啊 嗯 嗯 掉了 还是不错的 这个凤爪 美国可没有 爆汁凤爪 看看啊 我们一下点了两份 这个肯定特别好吃 这个是金钱肚 看着不错 可以看看价格啊 爆汁凤爪一份是56 榴莲酥美国是5块5美金 深圳是32人民币 皮蛋粥美国是8美元 深圳是26人民币 那基本上啊 美国会贵一些 而且呢 深圳做的更好吃 也精致 完胜啊 今天晚上呢 还有一顿大餐 下午抓紧时间啊 健身房练一下 自我安慰一下吧 在深圳见到的第一个美国品牌 汉堡店 深圳啊 来吃晚饭 一家大排档 湛江的海鲜 大排档啊 就是好多都可以坐在外面 虽然说天气比较热 但是呢 还是喜欢这种氛围 好多好多的海鲜啊 湛江的海鲜 龙虾668一斤 这里面有好多各种各样的啊 我们这个就是属于 朱姥姥进大观园了 东西太多了 我都 叫不出来名 感觉我们就是老土啊 回到国内来 见到这么多的海鲜 哇塞 简直了 深圳人都好吃 这种好吃的大排档 必须得提前预定 要不然都没有位子 你看这个上来先上马蹄水啊 这应该是挺好喝的啊 这个是青龙刺生啊 668一斤 蘸着芥末吃 我来尝一下 不错啊 很鲜 很鲜 这个是湛江生蚝王 26元一个 个头超级大 这个太好吃了啊 旁边呢是橡麻蚌刺生 特别的新鲜 一会儿呢 橡麻蚌的胆还可以包招 你们看这个生蚝啊 我一口都吃不下 要分两口 儿子呢也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生蚝 这个蘸姜生蚝确实很赞 这个是椒盐的赖尿虾 个头也超级大 两个人呢分一个就行了 延居花螺 用长签子啊 把这个螺呢挑出来 蘸着辣根 也特别好吃 延居花螺 你们再看看这个深圳啊 晚上餐饮的上座率 太火爆了 经济啊还是超级繁荣的 还有红烧乳歌 青蒸鱼 姜葱炒螃蟹 白酌鸡尾虾 反正啊就是太多的菜 太多的海鲜了 你们猜一猜这一顿啊 要花多少钱 今天晚上朋友啊 也是好多年没见了 所以呢还特意拿了两瓶这个好酒 现在有夺卷啊 代价得主动送这个名片 到这个桌子上啊 看见你们喝酒了 我要来抢生意了 我们今天八个人吃了 五千八百多人民币 最重要的是 没有税 没有小费啊 这个多幸福啊 还有两瓶茅台啊 一瓶四千多 还有两瓶茅台 拜拜 拜拜 拜拜